各位朋友我跟你講你今天回到這邊 我相信我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我覺得這就是我們很棒的一個東西 因為我們感同身受 當然社會也有很多冷漠的人 或是已經麻痹的人 或是長期他已經覺得這個政府無效的人 我們其實是慢慢要把那個溫和火燒起來 那這個部分其實是靠你和我共同的力量 大普世界的時候民進黨有在做事嗎 沒有啊 那我們不是一直希望我們民主政治可以好好發展呢 結果我們中間共民的力量我們都沒有聲音 我們在這邊緩了已經二十九個禮拜了 下個禮拜是二十個禮拜會擴大體型 可是不會放煙火 所以希望大家一個人帶十個人來參加好不好 難得二十級的啦 我真的希望不要到一百級 可是我覺得裡面比較大的重點是說 因為我們感同身受 因為我知道裡面有很多 今天來很多在大普 在幫忙的一些年輕的一些朋友 可是我覺得那個感同身受是 我覺得我們上一代教我們很重要的資產 就我們會感到別人會痛 不是我們的事情喔 那個人也是像我們的阿姨一樣 我們都可以去關心311的災民的 我們可以關心很多 可是我們怎麼去關心這個感受 我覺得才是我們最大的力量 那其實民眾只是還沒有等到時間到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這邊 其實你今天的來 對我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力量 我一直跟志工講說 我們不要敢人多人少 一個就一個 然後我們其實滾雪球已經慢慢在滾 慢慢在滾 有一天 我經常講過 那個烤肉有沒有 那個你弄炭火這樣 有一天他會有個燃點 不知道什麼時候 所以我們希望 如果你認同我們的想法的話 請加入我們的滾雪球或是志工 那我們下面還有更多的活動 因為最近一直在準備一些新的東西 那只是希望我們這個火不要斷掉 我們去感受別人的痛苦的這個能力 必須要讓我們下一代我們自己知道 因為這是我們的國家 就這麼簡單 所以下面我要介紹兩位一直 兩位同學一直在大埔的現場 一直幫忙抗爭 幫忙我們家鄉的阿姨 雖然最後他們把它拆掉了 那我這幾個農政人 這幾個年輕人 我們請他們跟我們分享 我們給這裡年輕人熱烈掌聲 大家好 很謝謝這個反核456 還有導演楊雅哲 給我們這個機會站在這邊 然後也很剛謝謝吳導演的發言 那我們今天是代表台灣農村陣線來到這邊 跟大家聊一聊大埔的事情 那我剛剛就是在這邊做了一陣子 然後發現其實大家對大埔的事情 都有一定的了解和關心 然後還有下面的一個朋友 遞給我們 就是徵收惡法賊收大埔 居住沒正義的牌子給我們 然後非常感人 真的很謝謝 然後我們今天會在這裡 對 其實真的很謝謝大家 自願就是我們今天會在這裡 而不是由大埔的居民親自站在這邊 是因為他們今天在自己的家園 被拆掉的廢墟裡面 坐著的時候 被警察台上警備車驅離了 所以他們根本沒有辦法來這邊 而他們上到台北來 既然現在在國民黨前面 黨部前面開記者會 就是要抗議我們的政府 其實完全的忽視這件事情 那我們昨天的早上 就在前面不久的凱道進行抗議 在進行抗議的時候 張藥坊的彭大姐 我們就在我們面前昏倒了 他突然的昏倒原因就是因為 苗栗縣政府 他知道了所有聲援的團體 還有居民都已經來到了台北抗議 然後他就趁這個時候 他說這是最節省人力成本的時候 他就來到了我們的張藥坊 在清晨凌晨六點的時候 用遊覽車載了六百名的警力 把張藥坊圍住 然後開始進行驅離 即使我們的學生 我們抗議群眾用鐵鏈 把自己綁在家園裡面 也沒有辦法 我們一一被搬走 然後在一個早上 他們就把彭大姐和張大哥 用二十幾年建立的家 拆掉了 只花了一個早上 那彭大姐聽到這個消息 就是在我們面前直接昏倒了 之所以會有大埔這樣的事情 我想要先跟大家介紹一下整件事情 稍微簡介一下整件事情的起源 大埔就是在 會有大埔事件這件事情 一直讓大家看到 就是因為在 在劉正宏上台之後 他一直以經濟發展之名 在苗栗開發了很多的工業園區 那事實上 足南工業園區還有 兩個目前在 苗栗的工業園區的利用率 分別只有10%還有50% 也就是說 他的空物率很高 根本就沒有廠商要建築 但是劉正宏還是想辦法 在各個地方 對農民進行搶奪土地的動作 在三年前的六月 他在有一天的清晨 四點的時候 趁大家都熟睡的時候 把怪手直接開進田裡面 把即將下個禮拜 下個月就要收成的稻子 產起來 還把土都產起來 送到他們不知道什麼地方 據說是到花國 但我們這也不確定 他把 他用這種方式趕盡殺絕 而在昨天 他們就趁 他知道大家都不在 他就進去張藥房 一個早上把他產掉 這就是他用一種 我們的民主代表 用一種偷偷摸摸的方式 他擺明了自己很心虛 但我就是要拆 所以我今天在這邊 想要 把他跟 就是我們雖然是一個民主制度 但是事實上 這件土地徵收整個事情 會落到今天 我們要在體制 以體制外的方式 去跟警察吵架 坐在凱道前面 等警察幫我們 那就是因為 在一開始 土地徵收 應該要開的民眾 民眾的聽證會 他甚至都沒有開 他開了 但他只在公所的網站 還有公所前面的布告 藍貼的布告 那請問大家平常 誰會沒事去看公所網頁 看有沒有人 要徵收我家的土地 事實上根本就沒有人 會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居民 大部分居民 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之下 他們土地就 莫名其妙被搶走 等到他們知道消息的時候 他們的土地 已經不是他們的了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民主體制 就是一個很荒謬的民主體制 就像是核電一樣 他告訴我們 這是專業 這是技術 這是民眾不懂 討論不來的事情 這個是攸關國家安全的問題 所以民眾不能討論 這就像是大浦一樣 他說都市計畫 是民眾無法參與的 是你們不懂的經濟開發 難道你要站在我們前面 擋住台灣的經濟發展 擋住我們科學園區的建立嗎 其實他們的思維是同樣的 就是他們以科學經濟 以發展知名來掩蓋出他們專制的事實 而民眾完全無法參與其中 所以我覺得串聯是很重要的 就今天我在這邊做了一個多小時 然後發現原來大家同時關心核電 同時關心環保 同時關心土地正義的議題 我覺得這樣的串聯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那其實這樣的串聯 我知道大家行動能力都有限 我們不可能一下子在各種團體裡面 各種抗議行動 或是像這樣的場合現身 但是我們有很多種方法 這包括你在臉書上分享一個連結 即使多一個人 多一個你的朋友知道 這樣的消息也好 因為我們最需要的就是消息的透明 這樣的事情 之所以政府可以為所欲為 就是因為他們認為沒有人在看 而我們要盡量的分享這樣的訊息 讓他們知道人民都在監督你們 或是其他的方式 比如說你跟你的朋友聊起這件事 有炒聊起這件事都是好的 因為那會讓我們知道 會越來越釐清事情的真相 去理解更多的資訊 而跟你的朋友辯論 這都是很好的 所以希望大家 在我們這些所有的公民議題上面 我們都要聯合起來去對抗這個不民族的政府 謝謝大家 大家好 剛剛發言這位是農政的喬微 那我是俊儒 我再簡短的補充一下 就是剛剛很多的前輩還有喬微 都有提到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現在的民族體制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那其實呢 呃 發生了這麼多事情之後 我們才終於理解到 其實 呃 我們現在跟過去戒嚴時代當然是不一樣 但是 戒嚴那個時候的威權主義呢 並沒有 離我們而去 我們現在呢 雖然已經號稱是自由民主了 但是還是處於一個 後威權主義的時代 那什麼叫做後威權主義呢 後威權主義就是 有民主的形式 但是是威權的內容 所以 呃 我們大家現在在這個自由廣場底下 大家在日常生活中 以為自己有自由 以為自己有民主 但是當我們在運動的過程當中 當我們在想要實踐自己的公民權利 的過程當中 才發現其實國家並沒有把這樣的權利 讓渡給我們 所以 我們現在面對各種問題 包括核能的 能源的問題 土地的問題 人權的問題 其實 根本的原因就是因為 這樣子的威權的心態並沒有被打破 那 呃 面對這樣的問題 其實大家 長期以來都很無力 那有些人他們 呃 組織上街 呃 一起運動 抗爭 但是其實這樣的力量是不夠的 因為 呃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現在的政府 他採取的一個 一貫的方式就是 他就是不理 他就是不理會我們 那不管你們是 呃 是因為核電的議題要上街 還是因為土地的議題要上街 他就是知道你們只有這些人 所以 他就 不回應 因為他知道他一定要回應 他就會出錯 所以他乾脆什麼都不要說 什麼不理你們 那 辦一些說明會 還是一樣由上而下的 片面的告訴各位 何能的重要 跟何能的好 但是其實我們要做的 就是 大家必須像喬惟剛剛說的 我們必須要團結起來 因為 呃 2010年大埔悔田之後呢 各地的自救會在凱道上面 一起抗爭 後來呢 大家覺得應該要組成一個 所謂的捍衛農鄉聯盟 那喊出了一個口號叫做 一方有難 八方來源 意思就是說 當一個地方發生的事情 大家都要一起去幫忙 一起去協助他們 去打這場仗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 一方有難 八方來源 這樣子的一個 心情跟態度呢 不只是在農業的議題上面 土地的議題上面 還包括我們其他 所有的社會議題 大家一起串聯 因為 呃 不管是在 追求一個好的 能源政策的道路上 或者是追求一個好的 土地政策的道路上 我們必須要一起走 呃 必須要把我們的 人民的力量展現出來 才有可能改變的機會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個 自由廣場底下 很榮幸的跟大家站在一起 那也很希望呼籲大家 不管是台灣農村陣線 或者是捍衛農鄉聯盟 或者是 大補製就會 都希望 能夠跟 呃 在座的 呃 堅持能源正義 堅持反和 堅持非和家園的各位 站在一起 那讓我們一起走 這一條 人權的道路 謝謝大家 台灣農村陣線 然後可以在 Facebook的粉絲頁上面 找到我們 我們有定時 都會更新 關於大埔事件 現在最新進度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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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